非常的感激 舒逸姐 你好點了嗎 我好了 今天謝謝你 謝我什麼 沒什麼 就是謝謝你的關心 你也太客氣了吧 那你要回去上班了 在家没事干 明天就上班了 实验刚才在车上说的是 是我把她删了吧 不 肯定不是 她要主动给我发消息 才会发现被我删了 而且她要是发现的话 怎么会这么心平气和地 跟我提起这件事 好的 小月 把你小舅舅的微信给我 你不是有吗 你是得喝多少才会误刷这么一个人哪 别问 很闲 没有闲着 我再很认真思考一件事想问你 说 你的理想型女朋友是什么样的 安静的 正经的 严肃的 财经界记者郑舒逸 性格安静职业正经 本笔严肃 我觉得你的理想型就是我 是吗 在这眼中回荡 转移入甜蜜的痴狂 你是我的伯藏 我以前是这么说话的吗 网络图位情话真是恨人不切 在这广风去荡漾 荡漾 住手 别发了 天地 你再发下去 明天就会看到一个年轻美女 坠楼神王的新闻 我看你 非常好 是怎么安静正经又严肃的吗 我看你是怎么安静正经又严肃的吗 是怎么这么想的 我们怎么会倒闭的吧 怎么可能 你这些地方 现在什么情况 在这些地方 小时啊 听田叔叔一句劝 还是从乐安撤出来吧 你要这么坚持下去的话 是既会伤人心 又会动云创根本大 是 田叔叔 现在的确是乐安最困难的时候 但未至绝境 作为合作伙伴 中途退出不够有情意 作为投资者 现在退出亏本实力 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师爷 你是说我们既不仗也不聪明咯 绝对不是 二位叔叔的想法我非常理解 我不希望你理解不理解啊 反正我从来不相信什么 至于死去而后生的事情 让我为一个明知是错误的东西买的 我 我做不到 那您看这样行吗 无论乐安的后续结果如何 我仍然会按照投资报告 预估回报率 给您和张叔叔兑现 师爷 你也不想了吧 我叫你成石总 石总 我们做事情不能意气用事 你也不能等出了问题之后 再让老师总替你兜着吧 再说 我跟张总 也不只在乎那点钱 感谢田总 张总的理解 我和陈康慧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 你回来了 快让我看看是不是憔悴了 大病了一场 怎么反而精神更好了 人也漂亮了 有人妙手回尘呗 舒逸 易洋 天空你前两天病了 现在应该没大哀了吧 你现在看起来容光焕发 比之前还要好看了 易洋 我有话要对你说 那是否有幸邀请这位美女记者 和我一起共进晚餐时候再说呢 好 我脸上有东西吗 我脸上有东西吗 总觉得你好像哪里不同呢 前段时间 感觉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每天应着天 像要下雨一样 现在 好像雨过天晴了一样 是因为实验吗 嗯 我们快和好了 和好了 像实验这种男人 成功又有阅历 从来都警惕又冷静 吃了这种亏 怎么会轻易就放下 是啊 像实验这种人 肯定不会轻易就原谅别人的欺骗 可她就这么原谅了我 还一直在纵容我 舒逸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我会在商场 合情场上打败实验 你等着看吧 我今天来也是想跟你说 不管我跟实验合不合好 我跟你都没可能 就算你不放弃 我也不会改变心意的 我们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好 而去爱她 爱一个人无需比较 就会觉得她什么都好 我对你也是这样啊 郑舒逸 喜欢你是我的事 你不用为我的感情感有负担 如果你觉得 暂时还无法接受我 我还是希望可以像现在一样 有机会和你 见面 吃饭 一起尝试各种有意思的事 还是不要了 我怕我男朋友会介意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 客户都找到我这里来了 你赶紧去 上门给人道歉 是 来 喂 乐枝 新周 我跟学家说好了 过两天就可以来云超面试了 真的 你好好准备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放心 我一定好好准备 乐枝 谢谢你 新周 我对你这么好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再对我啊 乐枝 我这辈子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咱俩多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挺久的 是啊 一直都是你和你的 我和我的嘛 您比我夸夸 我平时还在上班呢 小时候啊 我跟你妈妈分开 我就一直忙工作 对你的关心不够 之后那一把庄人交给了你 你又忙起来了 我们这是做父母的呀 做得不够 做得不好 让你有情感缺失 你看 连个正经的恋爱都没谈过 你说什么呢 我现在不挺好的 我跟珊珊在一起挺好的 我像您 喜欢自由 无拘无束 所以也不懂得怎么去爱和被爱 但是遇到珊珊以后 我突然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 要更加坚定 我们对彼此都是认真的 所以 我会好好工作 也会好好谈恋爱 好 这个好啊 嗯 也说我明白 你个唐主编 他呀 他总是有顾虑 他始终不愿意 走进我的社交圈 走进我的家庭 你看那天在马场 他 会不会是因为我 要不 让我跟他聊一聊 好啊 喂 什么 你现在怎么样 你别动我马上过来啊 这都肿了 没事儿 没什么大事儿 就是刚才 洗澡的时候浴室太滑了 不小心摔的 一会儿啊 给弄点那个冰块冰撕一下 这儿没事儿吧 没事儿 没事儿 就这儿 真得注意一点儿 我是真想陪在你身边 咱们彼此有个照应 好 关系 想跟你聊聊 关系 可以吗 我再想想 我给你弄点冰块去 书一 你在干什么